请先花10秒钟时间看图,看不懂没关系,后面会一步一步教你。 开始农怪前先把多余的气力投资在据点上增加掉保率。 马车请停在距离你农怪点最近又不会被怪打的地方。 例如这块岩石上。 建议攻击跟防守都100以上再来农,未满也可以,看你计数,再穷也要喝杯奶茶增加经验值。 农怪只需要按照自身实力挑选几个固定定点轮流刷即可,不要到处乱跑,携手建议先来海边练习。 10分钟后,来算看看赚了多少钱。 现金8万,防具两件30万,黑石,防,两颗20万,黑石,五,一颗15万,疏散补给品包100个等于12万,破坏的盔甲碎片517个等于51万,小技,136万。 当然,这时运气好才有这么多,倒霉时可能只有80万,所以平均估10分钟100万不算太夸张。 把打来的东西除了贸易品之外都放在马车上就可以继续农怪,直到把马车筛爆之后,按脱逃,回到大马路上或直接往马点跑。 这世上多的是吃了几颗糖就让陌生人骑的无知小马,上过之后就可以丢下它自己跑回村。 回到沙克村庄先到马就把被你抛弃在海边的马车用远端回收领出来。 顺便修理一下,除了贸易品外,所有的货物都会完好无缺。 之后想吃糖的无知小马差不多也回到村庄了,把它登记上去顺便看看素质,好马留着,乱货卖掉。 接下来花二贡献度买房子。 把跟仓库管理员租来的多拉A梦翼次元保管箱放在房子里,它会用很不可思议的方式连接到附近有仓库的村庄,例如塔利波村庄。 之前的东西存这里。 在打开大地图用仓库物资输送的方式,让货运公司自动帮你运送到海地尔的仓库。 过程大约要一个半小时,有空再开分身领出来拿去拍卖长卖。 最后,如果很闲,可以顺便再开支小号到首都卡尔佩恩喜之时。 方法是先用时行动力把原本知识是私或逼的怪物知识洗掉,再重新去扁它一顿。 可能还是获得S,也可能变成S。 这样喜有什么好处呢?我也不清楚,总之有S或A,总比S好。 以上由Google姐姐配音,谢谢收看。 字幕提供 提供